這個 會變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現在看到這個 畫面大概 也知道小編 想要來做 什麼了吧 沒錯一個月一次可以 買這個 很便宜的這個商品呢 就是今天啦 那我們就來 做一件事情 我們來買這個 娃娃的 抽卡箱 然後他這個裡面呢 可以拿到兩張 住房 那主要的話小編是希望 拿到他的住房因為價值來說的話 他後面還有這個抽卡所以我覺得 價值還算OK 那我們待會呢 除了這個買到之外 我們再來買這個 住房的這一個 商品就是 有娃娃這一個那他裡面有這個抽卡 所以待會那些小編也要來抽一下 那會買住房的原因 待會後面也會 來做一個解釋 因為簡單來說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裝備需要弄到住房 好這裡有兩個箱子我們把它打開一個 就可以拿到住房跟一張抽卡 再開起來 好OK 住房等一下我們再用 先來看一下這兩張11抽的可以抽到 什麼 欸 有一個有火焰喔 有霧喔 慢慢開好了一個一個開開看 第一個是白的 哇 根據以往的經驗 這些開起來基本上 以我這個帳號的現況來講 好像都是白色的居多 欸 果然又是這樣子喔 怒開啊 一次把它全部點一點怒開好了 受不了 又是白 哇靠裡面真的全白欸 哇 那這一張呢 欸有有機會藍色喔 有機會藍色 哇 哇 兩個綠的 好吧 勉強接受啦 每次都這樣子 啊 尤其是最後送的那一張啊 來 再來一組 喔 這個 有點非洲 感覺喔 欸 哇 這次完全沒有這個閃火焰的 太扯了 該不會全白吧 欸 最後一張又是綠的 可以 白的白的 哈哈 我不知道要哭還是要笑了 這個又是白色的 兩綠 哇 這邊22抽結果抽到4綠 其他都是這個 哇 這運氣真的是 不是很OK啊 好 我們來把這邊合成一下 哇 這個每次都要亮在這裡 真的是 剛才抽卡的時候就不亮 又是兩綠 又是兩綠 拚拚看啦 來的齁 好 來拚藍變了齁 現在目前這邊的話 可以拚兩次 兩次 然後下面這邊 欸 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好像可以 到底拿藍變 欸 哇 沒有中 這運氣真的不是很好 沒關係 還有一次 我們再來 這一次如果 沒有成功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一樣可以拿到一張藍變 來 抽下去 哇 又死掉了 哇最近台子怎麼這麼硬啊 台版日版全部硬起來啊 沒有了齁 沒有了 我們只能去拿這個 這個 欸 這個保底的 也會閃紅色 為什麼啊 真的假的 那有機會上紅嗎 來個特效 會變嗎 會 會變嗎 欸沒有 哇 欸太扯了啦 到底要給我幾 幾張巨人 我現在已經 我每次抽卡 抽藍的他都不給我新的耶 這個巨人應該是 第八張了吧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第八張了 哇靠真的是第八張了耶 太扯了啦 你們有靠過這種機率嗎 藍卡雖然說 日版開的不多 但是這個機率也 我真的難以置信 居然會一直中 巨人 而且一直中 同樣的 啊不開卡池 哇好 好啦好啦 那我們 回到主題喔 就是 我買了這個 龍之鑽石的 龍之武器箱 龍之裝備箱喔 它可以拿到 高級到稀有 到傳說級的裝備 那我很幸運 它只有320鑽了 那我拿到的是五關斗篷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我現在強化到加五 所以我希望加七 哇可惜 不過沒關係 之前的紅防 發揮效用了齁 來我們再把它充一次 上加七 拜託拜託拜託 就靠你這一張了 拜託拜託拜託 來 go 啊 水 啊 眾望所歸啊 眾就是我自己啊 終於合成了加七 哇 最近玩這個 挫折感很大 終於有一次加七了 太爽了太爽了 啊 感謝大家收看啊 那如果喜歡小編的影片呢 記得幫小編訂閱 一定要訂閱喔 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